欢迎回来 最近停电事件频传 加上全台高温 用电量屡创新高 有些农场担心切电会影响农作 于是自己种电 自己用 在杨梅的鱼菜共生农场 水循环还有增养机 必须24小时不断电 他们就加上了28片太阳能板 平均电费省了一半 而在新屋的农民 则是被归类到经常停电的区域 他们也靠着自己发电 就不怕被停电 吃饭咯 来咯 来咯 宝贝吃饭咯 我们辛苦的农夫 一只只肥美的巡龙鱼 这回当起了农夫 将水中的有机质跟排泄物 经过分解过滤成天然肥料 滋养了水跟蔬菜 同时蔬菜的根部进化了水质 再循环回鱼池 供给巡龙鱼健康生长 达到鱼菜共生 鱼肥了 菜就绿了 这个菜安全新鲜到可以直接生吃 非常好吃 这套水循环系统以及池子里的增氧机 必须24个小时不断电 全靠屋顶上的太阳能板 台电突然停电 我这边的电的部分我都还是足够 对 至少说白电的部分 如果说鱼的部分像循环 如果没电的话 我循环的话就马上停摆 鱼的话可能就会震化 屋顶重电屋下海氧机 采用室内放养非龙饲养的鸡 吃着无毒的蔬菜 住在产房的母鸡 产出健康的鸡蛋 但是今年饲料涨个不停 生产成本变高 它们利用太阳能可以节省电费 稍微降低成本 这一年从430块涨到600块 那你想想看整个饲料成本增加 然后电风扇呢 现在越来越热 那电风扇基本上要开到24小时 然后还有电灯 所以说整个成本都一直往上增加 所以我们为什么装太阳能板 就是希望能够在某些部分 能够让我们的能源 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 然后呢让我们的成本能够降低 出菜了 位在杨梅的这家农场 为了鱼菜共生解养蛋机 建置了28片320瓦的太阳能板 架设半DIY成本大约20万元 太阳能板平均寿命25年到30年 预计10年可以回本 这里就像小型的太阳能光电厂 他们自己用电自己发 跟所谓的农电共生不同 农电共生来讲的话 坦白讲它没有直接的跟农业 或养殖业有发生关系 那因为他们是做顿售的嘛 就是卖电给台电嘛 跟我们的真正把这个太阳能光电 运用在农业生产用途上的 这个系统是不一样的 打开手机APP就能随时监控 现在是中午 太阳能发电量显示3.1000瓦 由于用电量大于发电量 不足的由试电来补 28片太阳能板装置容量约为9000瓦 夏天一天可以发电约43度电 平均一个月电费可以省下7000多元 太阳能的部分 白天的部分是几乎都可以啦 但晚上的部分 还是会吃到台电的部分 因为多的电 它还是会存到电池里面 那电池的话 用尽的话还是会用到台电的部分 一期它会有省一万多块 一个月差不多7000多 随着光电成本的下降 太阳能已经不是昂贵的能源 现在太阳能一度电的发电成本 大约3.5元 从2010年到2020年 太阳能板的平均成本下降了90% 位在新屋的水稻田 目前正值休耕期 农忙时也很需要用电 但他们偏偏被分类到 长停电的地区 每次台风的时候 都会停电好几天 三四天 每次都会限电 像去年前年 10月 12月 然后今年5月 我们这里太阳 每年都会限电好几次 透天住两栋三层楼 他们大家族同住用电量大 装了十台冷气 价钱电费一个月4到5万 相当可观 于是他们建制了 26片295瓦的太阳能板 成本大约30万元 60颗深循环的千酸电池 业者提供半钟声保固 不用负担电池成本 仔细看电池容量100% 就不怕临时停电 而26片太阳能板 装置容量约8.3千瓦 夏天一天可以发电约36度电 电费可以省一半 我们家里面人多 以前的电费四五万块是跑不掉的 现在平均每个月差不多一两万块 如果冬天的话剩下一万多块 将农场导入绿电 自己的用电自己发 用绿能实践减碳生活 农民也可以是新能源时代的电力行贵 记者黄美琴谢龙震 桃园裁缝报道